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清香典雅 青花粉酒 凤凰军机处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粉酒 王老和东旭 今天咱们一上来先看一段视频 李对一家的一整天找到了 还会员 但他们还做到的 仇是一周年 几两周年 很多人冲 我不想 говор述 我们送到有炮离物的 很强烈 我们有艱船 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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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军机 我们有最好的人军机 人在世界上 我會說這個 他做的錯事 他做的錯事 你覺得他是健康的嗎 我不知道 但他做的錯事 我曾經做的錯事 我曾經很好的聚會 我真的喜歡他 我們有很好的 chemistry 我認為我沒有很好的 但我認為他喜歡我 我們會有10-15-minute 寫下的時間 三個小時 因為它是很好的 中國人 我們有個議員 15分鐘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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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理解 我們理解 我認為他 是一個人 我們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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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 你會幫助 南韓國 第一次我提到 是南韓國 所以我們可以幫助 南韓國 因為我們不能讓 中國人 一套 中國人 他們做的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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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中國人 中國人 他們沒有來說 所以我说 看 您有很大的力量 因为在海外的交易 他们没有吃饭 他们不能卖铁 我听到今天两个大型的铁船 从南韩国 我们回到南韩国 去中国 他们回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 但是我认为中国能帮助我们 我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 我们谈论了交易 我可以告诉你 中国能帮助我们的交易 王老 您先整体谈一下吧 对这个视频您看完之后 您是什么想法 一个是中美关系和过去相比 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因为特朗普在其中谈到了 他和习主席的会面非常愉快 对 他认为建立了友谊关系 过去中美之间的领导人也有 比如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建立了新的关系 他说的程度要比深 非常好的个人友谊 他说跟习主席产生了化学反应 甚至提到了化学反应 我想个人关系并不是主要的 实际上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 可能有了更多的共识 特别是对东北亚地区的热点敏感问题 两个人可能在会谈当中有一些一致的 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有一致的地方 那么两国国家利益有一致的地方 这就能产生比较愉悦的效果了 我看完这段视频之后 我感觉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是可以下岗了 因为特朗普总统完全是可以进行相关的兼职 因为他非常的懂媒体 而且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用的也是媒体的语言 对很平和 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大白话 那么把他的一些的外交的理念 包括一些军事理念 就直言不讳的表达出来 包括他在推特上有的时候也会发相关的消息 针对某个国际局势 或者说某个国际问题的这种看法 也是直接表达 所以说他的这种表达通道是非常的直接 而且是直接面向全球的这样的一些受众 所以说他的这种传播模式很有意思 所以说我们也能够从他的这种接受媒体采访的一些表态 或者是他发的推特当中 能够看到一些美国对外战略的这样的一个端倪 虽然说他说的话非常的通俗易懂 但是该说的几个关键点都说了 比如第一点就是说他和奥巴马的行为风格的区别 奥巴马他说打击摩苏尔的之前谈了四个问题 那么这期间对手也有足够的充分准备的时间 所以带来了不必要的这些伤害 因为奥巴马要拿都没有和平奖 估计特朗普不太想拿这个奖了 而你看特朗普威胁叙利亚之后在72小时 实际上美军马上准备了一下就开始动手了 三天准备 这是很快的 三天这么一个远程的作战行动 三天就完成 而且效果很好 比如说咱们在以后分析美国 像这种领导人的行事风格的这种判断 是不是应该要着重的研究 这是各国情报系统非常重视的一个科目 一个新的领导人上台 你比如说包括我们习主席 很可能美国中央情报局 包括俄罗斯联邦的过去叫科格勃 他会分析你讲话的语气语速神态心脏积虑的变化 这么细致 非常细 这个识别 比如说我们是前天习主席在接见全军84个军级单位上面的讲话 新调整组件的84个单位 新调整组件的 那次讲话 所有对全军建设的指导 作战的指导 发展的方向 军队改革的要求 所有的指令信用一气呵成 外国的情报机构一定会认真分析 他倒不会分析这些话本身有什么更多的新的领导人 因为那些话过去都讲过 但是他能够更加准确的把握领导人的形式的风格 他的性格 个人的气质 个人的气质 那个讲话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讲话 外国情报机构一定会非常深入仔细的去发展 还有一点 好像金正日在位期间 外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金正日讲话的录音 金正日讲话是什么声音 外界都不知道 是不是也有这种考虑 因为这个国家的反侦察的手段比较落后 因为一个人的升频和音频 它是固定的 就跟潜艇的频率一样 那么掌握了以后 如果你的保密安全措施不是很到位 你在哪个地方讲话 有可能被人家侦察到 甚至巡航导弹就可以循着讲话的话源 发出巡航导弹可以跟踪到这个 拉登都敢讲话 拉登是角图三窟 他一般也很少用手机 告诉你用手机的时候 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 也说发视频 那个过了很长很长 甚至两个月之后的巡舟 他才会爆了 我想朝鲜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金正日一般公开的讲话的音频视频 特别是话音的 有视频 没有音频 不给你暴露的 因为暴露了以后 你马上就可以分析出来 分析出来以后 就可以用某种侦察手段跟踪了你具体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特朗普连续用了两个非常强大来形容他的舰队 而且特朗普说我们没有派航母 但是我们的潜艇比航母还要强大 东旭怎么理解这个说法 因为从目前他的一系列的表态和他的声明来看 其实我们知道特朗普可以说他是一个行动派型的美国总统 他在竞选时期的一些主张 包括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那么后续他确实在逐步的落实 比如说他一开始说我要修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的隔离墙 上任之后真是修墙 对 退出TPP 真是没有任何考虑 无论是盟友怎么劝他 我就退出了 然后针对叙利亚说打就打 也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巡航导弹就打过去了 所以说他目前针对亚太地区的局势 他很可能会采用这种以小打促弹的模式 确实有了一种可能性 小打促弹 对 他确实从目前他的表态 比如说提到了航母 提到了核潜艇 那么从目前航母的调动来看 也不一定说特朗普的表述与美国军方的实际动作是有差异 他可能是故步移政 他说了 他说我们航母没去 但是这个是核潜艇过程 对 核潜艇也是一种手段 可能王老师比较了解 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 或者说俄亥俄级的改进的一个型号 SSGN 都是携带有大量的巡航导弹的 可以针对目标来实施这种远程精确打击 突然袭击式的巡航导弹的饱和攻击 那么它的精准打击能力和远程火力输入能力很强 王老师 您作为海军装备专家 您先给我们评价一下俄亥俄级改的SSGN等于叫巡航导弹攻击核潜艇 有多厉害 这个导弹实际上平台基本是俄亥俄级的 但是它的指挥控制系统做了一些改变 可以携带154枚战火巡航导弹 应该说是世界上携带巡航导弹最多的一艘核潜艇 那么这个核潜艇如果在日本海活动的隐蔽性非常好 通常这一型的核潜艇不会到黄海东海这个地方来活动 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深相对来说比较浅容易被跟踪掌握 另外它的导弹的射程可以达2000公里左右是没问题的 也不需要到东海黄海来这个地方活动 如果在日本海那个地方就非常安全了 因为其他国家的反潜巡逻机也好 或者是水门舰艇的反潜型的水门舰艇到那个地方活动很少 它本身也比较安全 攻击距离也够 所以一艘核潜艇对一个常规的面目标做到完全摧毁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是对防空或者是反导比较薄弱的国家 比如说东北海某个国家 如果有这么两艘三艘核潜艇在附近活动 对一个坚固的目标 第一 对一个坚固的核的地下攻势摧毁应该是能做到的 之前您微信也说过 您以前在航空兵做计算分析的 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 怎么算 大概多少导弹多少战俘可以摧毁某国的核设施 过去轰炸计算是我的一个专业 而过去年代的算法和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过去主要是常规炸弹 炸弹一个编队 你的覆盖面积是多大 这个你是知道的 那么整个目标区面积多大 这是知道的 这两个常数已经有了 那么变速就是目标的坚硬的程度 你可能不是很掌握 第二个变速就是风压温 就是炸弹扔下去 设定武器的时候会温压风向 会影响精度 即使在现在它也得修正 不管是巡航导弹 还是精确制导的激光炸弹扔下去的时候 都要根据当地的我说的气候要素 都要进行修正 如果刚才几个常量和变量都知道了以后 你就能够确定对这个目标大概需要多少颗哪一类型的炸弹 覆盖面积可能是最大还是达到多少 另外你要设定一个你的战术的目标 如果你要完全摧毁 一般来讲比压制要高三倍以上的携带量 就是覆盖下 叫它暂时不能用 大概完全摧毁的三分之一就够了 你所说的瘫痪大概是瘫痪是一 然后完全摧毁是三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那么大家就可以计算 因为核地下公司这是最坚固的一个目标之一 有时候你光摧毁地面的目标那是没有用的 你还得必须选择炸弹的类型 比如说轻炸弹爆弹 还是云爆弹等等炸弹 像这样的大型的目标可能各型炸弹都在用 你把整个地下公司完全摧毁 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看你情报掌握的程度 可能你摧毁某一段或某一个要害的地方 最不济 你得把洞口给它炸毁了 你需要多少炸弹 这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美军会怎么打 比如说它第一步是完全用巡航导弹 把核设施火箭基地完全摧毁掉 是这样 还是流出一部分 把朝鲜的防空兵力给摧毁 然后之后再由驻日美军的空中力量进行第二轮的空袭 东旭 你先说说 你觉得它会哪种方式 我个人认为规模可能不太大 比如说美军现在针对东北亚某国实施这种远程的打击 它可能不是一般的外科手术 很可能就是微创手术 比如说是完全非接触 我整个的战斗机无论是航母上的舰载机超级大黄蜂还是驻扎在亚太地区的F16 F15 可能都不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国家的领空的范围 进行摧毁和破坏 那么让它无法进行这种原子弹的加工和建造 甚至包括一些科研机构很可能也要对它进行这种攻击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主要是对它进行核脚性 还是靠巡航导弹而不是靠航空兵来的 对 我个人猜测可能是采取航空兵 当然航空兵也有空地导弹 也有必定是巡航导弹 您的意思就是说也有可能用到航空兵 有的航空兵的空地导弹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驻日驻寒的空军也可以用其他的联合弹药也可以去攻击的 只不过说这个效果没有巡航导弹 因为巡航导弹对它讲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航母编队并没有来 但是我个人分析这个危险风险实际上是更加增大了 不是说减小了 因为它可能已经做错决策了 你看一个航母编队 两个航母编队在朝鲜半岛附近进行演习 这样的次数已经非常多了 实际上对朝鲜起不了太大 其实是一种威慑 是一种威慑 如果来三个航母编队 可能真要干了 可是航母的F-18 它是带不了战俘巡航导弹的 所以也不是说大规模的对朝鲜全境 就像越南战争期限一样进行大规模 它要不是这个 是对某一个点状的目标以摧毁攻势为主 而且不是以杀伤人员为主 更不是对它的行政领导机构和其他军事基地进行全面的打击 特朗普曾经说过 它不以针对颠覆政权为目的 还是像东旭说的这种微创的打击 对 所以从特朗普刚才的一个视频讲话 包括结合当前的美国舰艇编队的活动可以断裂 一个航母编队没有来 没有来有可能 它已经做出决策 用什么来摧毁朝鲜的核设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特朗普自己提到了我们的潜艇编队 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 实际上这就暗示你 我用一种常规的打击手段打击你 你对我还没有任何反击 你自己去考虑去 这又说到您的专业了 您觉得这一艘或者两艘潜艇能够达到彻底摧毁它的核设施吗 我想一般运用兵力它有个基本原则 有一个预备队 你派出一艘两艘核潜艇去进行作战的时候 没准其中某一艘核潜艇 它可能因为某种原因 它担负不了任务了 比如说故障 或者是因为气象的原因没有到达预定海域 所以对于朝鲜的核打劫 我想怎么定 也在三艘或者三艘以上的核潜艇到达附近地区 才能够完成它的对核打击的任务 因为一艘潜艇那就更没破了 没准这个潜艇 因为某种原因它就完成不了任务 而且100多枚战俘可能都不够 100多枚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看打叙利亚的时候 美国人讲命中的是58枚 但是俄罗斯讲命中了26枚 我们不管它怎么样 即使俄罗斯在贬的 但是命中26枚是很正常的 我们不要以为现在武器命中力很高 可能会弹无缺发 不是这样的 正常情况下 命中70% 这已经是优秀了 而且你发射出去 导弹命中70% 导弹命中70%就算优秀了 而且导弹发射出去 有可能是没有命中具体的目标 是在其他地方爆炸了 那么你侦察的时候有一个事后评估 美国人的评估 它只能通过卫星或者其他侦察设计 不能实地看 不能实地看 所以俄罗斯说的26枚 这个可能是26枚命中的具体的目标 如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好了 不要以为它低 这是已经非常好的一种效果了 所以154枚巡航导弹打出来以后 还有的失效的是 失效的是多少 发射出去必定是爆炸 命中的是多少 如果能有一半命中 那已经非常优秀了 所以一艘核潜艇肯定是不够的 两艘也就是100多名 就是能有效果 我说的是有效命中 有效摧毁的 两艘能有一艘的效果 这就很好 所以我认为一艘核潜艇 两艘核潜艇可能还不够 当然看美国是什么一个作杂方案 两艘核潜艇 再加上陆基的航空兵 即是海军航空兵 或者是舰艇编队的 驻日的美军 驻韩的美军多出道 那就看美军怎么一个组合方案 但是我不管理什么组合方案 大概你要瘫痪朝鲜的核设施 有效命中你不能少于100枚 你要摧毁 没有300枚是摧毁不了 因为这个设施跟其他不一样 大部分都是兼顾的地下公司 这样的话 大部分需要使用兼顾的专地带 这个专地带准确的程度有多高 这很难说 因为你对地下公司的走向深度 你是很难掌握的 那是没法掌握的 你只能估算 估算了以后 用这种基本饱和的攻击方式 你才能确保在某几个重点的坑岛之内 或者某几个重点的那个点 你才能确保它的命中 量不够 命中不了 您说的钻地带一定是航空兵凌空投掷了 不一定 钻地带 轩航弹也是可以 也可以 轩航弹也是可以 那是不是就是说它的钻地的效果有限 非常有限 我想的话这样打核设施的地下建国公司 钻地带大部分是不能准确命中目标的 只有少部分 但是如果有这么几枚能准确命中 他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那么这个命中概率有多少 美国也会去计算 我想肯定是低于50%的准确命中和地下公司的这种弹头 好的 东俊 你觉得美军对朝鲜的核设施打击会不会造成核泄漏 因为我知你家就在吉林 所以离得很近 我肯定有一种担心 你很关心这个问题 对 东北人民都很关心 但是首先我们有相关的预案 比如说在边境地区有一些辐射源的监测的设备 它是24小时连续工作的 如果说真是出现辐射值超标 我们会第一时间的了解到 但是我认为美军它即使有这种所谓的外壳手术也好 或者是微创手术也好 相关的方案 那么它一定会进行事先的评估 比如说刚才王老师提到了 用什么样的导弹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钻地弹 打什么样的目标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它是要做好全方位的事先的评估 那么它一定会控制所谓的这种后细雨的灾难性的效应 因为美国虽然说不是亚太地区的国家 但是如果说你针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我相信军事行动能不能持续下去 现在还不太好说 封锡里的地点在地图上凉的是整个朝鲜全境距离平壤最远的一点 但是就在紧挨着中朝边境 所以我认为即使美军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比如说远程军军打击 所以我才用了一个微创手术的这样一个说法 它不一定打核心的位置 可能周边的打一打 让它失效或失能 或者说让这个地方后续的科研人员无法进入 无法继续进行工作 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并不是说彻底的把它摧毁 像咱们看好莱坞灾难大片当中出现了核电站爆炸等等灾难性的场景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其实一定是有评估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瘫痪即摧毁 对 你比如把它因为依善而见的这些洞穴入口给它堵住 它人进不去了 可能就算摧毁了 而且后续也无法通过一些施工的方案把它恢复 能达到这种效果 可能是美军现在的一种作战的计划 而且我认为现在它整个虽然说你看它的航母说有的去了有的没去 但是它有一个动作 就是在不久之前有五架全球鹰的无人机从关岛飞到了日本 而且美国军方对外面给出的说法非常有意思 它说是为了躲避台风 我认为这个实在是太无法死地无鹰三百两了 难道只有今年有台风 那以前为什么不到日本来躲 它很显然是想强化针对东北亚地区 尤其是针对某个国家的情报的侦查 对 配合卫星 利用全球鹰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控 比如说看一看核设施或者是移动的导弹发射车都在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说可能也是在强化情报方面的这样一个准备 我想从最近的中美互动 中俄和朝鲜三方的互动来看 美国如果真的要打击核设施的话 可能要做两个事情 一个可能会先通知中俄 通知中俄 而且会跟中俄说明 我不寻求直接攻击它的和储存的仓储的设施 有可能它为了安抚中朝国家 中朝都有这个担忧 你不要造成核污染 中俄都有这个担心 特别是中国 对 它可能会做出这种安抚 但是这种安抚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是中俄不会完全相信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它很可能会提前有意无意的告诉朝鲜 我要对你进行核打击了 你的储存的设施 你保护好 你放到别的地方去 我主要是为了打击你的洞口 打击你的其他的辅助的设施 这样的话 减少对于老百姓的附带的伤害 因为美国就要做这个事情 它又要占领道德制高点 它常常是做出这样的事情出来 比如说叙利亚打击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提前先警告 叙利亚也提前告诉了俄罗斯 也减少各方面的这种 比如说某伙伴他们看了咱们这期节目了 他说赶紧动手 赶紧转移 还来得及吗 应该是来得及的 因为它的整体的核储存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你要是朝鲜认真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想双方可能有一个默契 这种默契当然不会面对面的通知你 双方都有战略分析的专家 都有军事专家 核武器的专家 应该会给它留出足够的时间 你看朝鲜现在好像从各种信息来看 已经通知了中国 它要搞核事 这已经正式通知了各个方面 这也是一种暗示或者是提示 我要搞了 你要打击的话 你也得选择一个核事的事情 否则你要复作对于这种 历史的责任 我要搞的时候你是不能打的 那是危险最大的 那是危险最大的 这是提醒有关方面 你这时候不能动 动了以后这个责任就领复 我就告诉你了 我要搞核事了 对不对 那么我想反过来 美国也会做这样的 我要攻击你了 你这时候你先别搞 这就是一种默契 它不会像我们这样坐下来说 我要怎么的 你该怎么的 它不会这样说的 因为双方都有专家都会分析到这一步 还有个问题 比如说美国动手进行了微创式的打击 朝鲜会怎么回应 东旭你先来说说 关于他进行微创手术的时机真不好说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特朗普总统的推特 比如说有一些他开始倒数1987654321 大家可以要准备好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打完了 朝鲜会怎么回应 如果说美国真的打了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有限微创 东北亚某国也是很强硬 但是他我相信不会说整个半岛变成了一片火海 大战的情况下还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他很可能是有限的反击 展示自己保卫国家的这种决心 比如说在西海武岛 比如说在海上分界线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他使用远程火炮或者是火箭炮 针对对方有对方驻守的这种岛屿来实施这种有限的反击或者说有限的惩罚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以前南北双方他在海上是有过一些冲突的 包括水面舰艇之间 包括他的暗炮部队 甚至包括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火炮部队之间是有过这种交锋的 而且当时打了也就打了 那么后续双方是有这种停火的默契 所以说我认为即使特朗普总统把导线给点燃了 但是还不至于把整个的火药桶完全的引爆 很可能是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冲突 因为大家都不想有限反击 大家都不想最后的摊盘 因为最后摊盘的话 无论是南北双方还是周边国家估计都很难承受 我觉得王老 东旭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限反击都没有 就是说挨打完了之后 这哑巴亏我就吃了 对内封锁消息 我没有被打 以免人民失去对我的这种信任 您怎么看 您觉得朝鲜会怎么反应 你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 也有可能是这种结果 我想可能和各方面的沟通有关 你要做到你那个程度 各方面都有沟通 就是说各方面你要做出牺牲 或者你做出进一步的承诺 比如说中国俄罗斯 你看美国打我了 下一步怎么办 再怎么立 你要做出承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俄罗斯说 他再打你我就要出兵了 好 我可能就忍了 你说了这句话 他找到理由了 他总得有理由 没有理由 你这种做法是不会的 他一定会找个理由 才能成立他这种忍耐的做法 否则老百姓和他党内的这些干部没法交代 其实我同意东旭刚才的判断 其实对朝鲜来讲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美国进行外勾手术式的打击了我的和地下公司 我就用我的远程火箭弹攻击美军基地的设施 至于说杀伤多少不是主要的 我只要扔出去几百吨炸弹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没有杀伤到的人 打了几架飞机 几个舰艇并不重要 我只要照片拍下来 对朝鲜老百姓宣布 我万炮齐发 我军队进入了战时的状态 对美帝国主义进行勇敢的战斗了 就目的达到了 摧毁多少不是主要的 这是对朝鲜来讲最合适的一种方法 既争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又安抚了韩国的老百姓 我没打你韩国 我是打到美国 美国先动手的 它的远户打得到美军基地吗? 没有准确性的情况下 一百多公里两百公里是可以达到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对于个别的大型基地是达不到的 比如队友釜山人船 那都不行的 但是对美军一些驻守的点还是可以达到的 比如说有些美军的部队驻守到那个地方 有一些美军陆军的一些坦克装甲车的分队 它是可以达到的 因为它前沿部署还是有的 美军在那个地方 我只要达到这个地方 我对整个国际宣传的作用我已经达到了 对它来讲 它可能会这样考虑去 王老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像咱们刚才预测的那样 朝鲜的一部分核设施被摧毁了 那么之后朝鲜在半岛局势上的姿态会不会发生转变? 它口头上肯定要表示核实验还会继续搞下去的 对我的打击 我暂时受到了一部分损失 但是摧毁不了我的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接下来的核式核武的进程一定会受到影响 或者它会重新规划自己的核式的进程 对内宣传核式不会停止的 但是和其他国家进行斡旋或者是外交争锋的时候 很可能还是会做出妥协 因为从总体上来讲受到这样的打击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军事的发展 以及在韩国和朝鲜 在六方当中进行外交周旋的话 它完全失去了它的资本 它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张牌 所以就很有可能像东旭说的 一打粗谈就开始谈了 是吧 我们也希望最好是别打 直接通过谈判就把事情解决了 大家都平安无事是最好的 好吧 这期就是这样 骨子里的中国清华分九 这期军机处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在红色的事情 现在在红色上来